- 嗨 我是个人追身修悉 - 你们的iPhone 15要来了! - 今天是8月29号 - 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叻 - 今天是8月29号 - 每一年的iPhone发布会都会在9月份 - 所以如果你们要换新iPhone的话很接近了哦! - 现在只要大家一打开YouTube - 全部都是各种曝光啊,传言啊 - 甚至是中国就已经强先了 - 做了一个鸡膜出来的 - 所以我这个影片我就已经统一整理了 - 网上大家都在传稍微比较靠谱一点的iPhone15消息 - 首先是机型,这是如无意外 - 依然有4台新机iPhone15,iPhone15 Plus,iPhone15 Pro - 还有一台叫做iPhone15 Ultra - 之所以要改名叻 - 好像是要跟Apple Watch Ultra的名字统一起来 - 传闻这一台iPhone15 Ultra把最好的料 - 最新的技术全部放在身上了 - 钙合金机身,潜望式镜头 - 还有固态按键等等 - 而且它的起步焦 - 还是史上最贵的iPhone - 环纹美金3000起跳 -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新啊 - 应该不会这么贵 - 屏幕方面这次吹到最猛的就是iPhone15的万年黑边 - 会缩到1.5mm - 还有iPhone15全系列4台新机一起升上零动宝啦 - 其实我自己用了一年的Dynamic Island - 除了可以看到Hospot有没有断连接之外 -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 - 但是哦,Malaysia很多Apps都开始在适配零动岛的这个东西 - 包括可能Grab我们可以看到Delivery Status啊 - 还有IG我们Upload Story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个Progress Bar - 这点我就开始比较有感了 - 所以我现在我特别喜欢这个零动岛 - 如果iPhone15全系一起上零动岛的话 - 那个体验感怎样都比普通刘海是会好一点的 - 但是因为边框收窄的关系 - 那个零动岛看起来就会比较大一点 - 会比较突兀咯 - 而且网传啊 - 那个120Hz的ProMotion - 只有Pro系列才会有标准版 - 是给不了 - 机身部分呢 - 这些iPhone15 Pro跟15 Ultra - 有可能会升上钛合金机身 - 也有可能确实一起上啦 - 我是不懂啦 - 它会比起普通的不锈感 - 会更耐 - 更坚硬 - 抗腐蚀性也更高一点 - 那个手感上面也会很像Apple Watch Ultra - 除了机身的话 - 它旁边的静音键也会变 - 简单来讲就是从原本的推上推下 - 变成了按下去 - 这个改变对于Steve Shop来讲真的是很大 - 毕竟这个推上推下的静音键 - 贯穿了iPhone的一声 - 突然做成了这个按键 - 我不懂Steve Shop会不会生气 - 但是我懂哦 - 有可能是为了放新功能 - 让这个Silent Button -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静音键而已 - 而是有点像Apple Watch Ultra的那个Action键 - 除了可以秒开静音之外 - 其实还有很多功能的 - 比如说按两下可以开Torchlight - 按一下就可以开相册等等 - 我猜iPhone15也是想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- 还有一个大家一直都在传的 - 就是充电孔全面终于变成了Type-C啦 - 但是我觉得啦iPhone15会用上Type-C哦 - 可能是欧盟那边给的压力啦 - 反正换去Type-C叻 - 你好我好大家好 - 一条Table充全家 - 然后有消息讲iPhone15的标准嘛 - 会用的是Type-C2.0 iPhone15 Pro以上的都使用iPhoneType-C3.2 - 或者是Tunderboard3 - 最高支持40W的快充 - 2023年了iPhone终于用上40W - 但过分容易吗 - 但是网传以后会有一个规格认证 - 叫做MFI的东西 - made for iPhone - 如果你用非官方的iPhone charger - 然后就来充电的话咧 - 是跑不满40W的 - 会用Homberage - 会用Homberage Homberage你在笑 - 用Homberag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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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是觉得iPhone真的做得出这种东西 - 镜头部分咧是一定会升级的啦 - Pro系列会在长角里面加入浅望式镜头 - 预测拍人像会更好看啦 iPhone14 Pro的长角是有3倍的光学变焦嘛 - 那iPhone15 Ultra应该会上到6倍 - 搭配全新定制的CMOS IMX903 - 和最新的A17 Bionic芯片 - 然后也升上了8GB内存啦 - 美好的东西都是留给Pro系列 - 遗憾就是留给15跟75吧 - 标准版依旧不支持48MP - 也不支持ProRes功能啦 - 而且根据Apple一贯来的习惯咧 - 应该还是会用这A16 Bionic芯片 - 然后6GB内存 - 来到了大家最爱的颜色时间啦 - 去年iPhone14 - 可是Pro出了紫色 - 一开始我真的是很喜欢的咯 - 但是看起来我不懂为什么乌端端 - 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美了 - 说今年iPhone15和15plus - 预计会增加三个新颜色 - 草莓熊粉色 - 天空蓝 - 还有薄荷绿色 - 我真的绝对怀疑啊 - 它跟Samsung有一腿啊 - 薄荷绿哦 - 那其实iPhone15的颜色 - 都是蛮有规律的啦 - 黑白红 - 蓝绿 - 紫 - 粉 - 黄 - 每一年都出三四款 - 颜色就深一点 - 或者是浅一点 - 我个人觉得标准版的颜色是好看的 - 就比如说去年的iPhone14的纸 - 跟14Pro的纸 - 我就觉得它好看一点 - 但是我觉得OPPO的纸好像比较好看一点 - 你看我对比一下 - 有没有有没有 - 突然它有点偏白了 - 它又有点太深了 - 刚刚好 - 至于Pro系列也会有新颜色啦 - 是9红色 - 自从Pro系列换成了磨砂被盖之后 - 就经历了一系列的深层细调 iPhone11 Pro 深绿色 iPhone12 Pro 深蓝色 iPhone13 Pro 远风蓝 iPhone14 Pro 暗紫色 - 15Pro 九红色 - 诶 是我的头欸 - 那今年的九红色是比较暗沉的红啦 - 就是也符合一项来Pro系列走的暗系路线 - 但是我觉得红色真的很难搭配 - 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 - 直接选白色就一定不会错了 - 最后来到了售价方便啦 - 根据网员步步高升的价钱 - 我个人的猜测叻 - 全系应该会比上一代贵个300块马币左右啦 - 也就是说iPhone15是4999起跳 iPhone15 Plus会从4999起跳 iPhone15 Pro会从5599起跳 iPhone15 Ultra会从6099起跳 - 最贵的1TB版本估计应该要8599 - 我猜9千啦 - 8999啦 - 看一下我还有深深迷 - 好啦iPhone15的消息总会就到这边啦 - 先讲好我的消息不是100%准啦 - 但是估计应该跟我讲的差不会太远啦 - 然后如果我难道心机的话 - 也会第一手update给你们 - 我们下期再见 - 拜拜 - 拜拜